所以我们把这念下去 次及次第 所谓列之谓 高下前身不相混杂 舍心 且舍住就胜 再往上是行 是回向 再高的就是师弟 师弟成为圣人 住行回向 住行向 这个三十个位词叫行人 我们通常讲三行是上 是圣 三行是三十个位词 行人 师圣是师弟 再加上这个 这个等约就是十一弟 这十一个位词称圣人 三行是圣 没有正的位词 以为正的不行 假的不是真的 去自己修行到什么一个阶段 自己轻轻素素 明明白白 不要说这个菩萨结尾了 你说平常念 念到功夫成品 我们知道 功夫成品也有九品 上中下九品 如果是上三品 功夫成品 上三品 不但是欲知实知 自己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真想去 念头才生 阿弥陀佛已经收到了 他就来接引 这不是一行不乱的 不是功夫很深的 是一行不乱 那个位置是阿罗汉的位置 理议性不乱 是粗诸以上的境界 这是我们讲大乘法 那么我们就晓得 功夫成品 你 小臣粗骨都没有证得 执事道是什么 你这句念佛的功夫的力 能够把烦恼控制住 烦恼不起作用 就是这么过 就是我们常常讲 我有能力 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不受外头境界干扰 这叫功夫成品 不是一行 一行里面 层次也不等了 但是最低的是 须托函的程度 金刚经的四相破了 它真的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四相破了 四夜心 零夜心 金刚经后半部 四剑破了 无我剑 无人剑 无众生剑 无受者剑 那个功夫生 那是神石宝 专业图 四夜心 神方便由于图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 没到四夜心 是凡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凡圣同俱图 凡圣同俱图的能力 就是一念佛的功夫神 可以 不被外面境界干扰 不被外面境界诱惑 你有这个能力 你一心 什么都不想 我就到极乐世界去 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等了 这个世界 什么样的花样的时候 都骗不了我 都不能动我的心 这样的功夫叫成品 这样的功夫 实在讲也就不容易